现在医院来了 医院里面呢 不管任何人只要发生了车祸 到了emergency department 加护病房 他一定救你的 对不对 现在假如一个黑道的首领 或是恐怖分子 突然发生车祸了 送到医院里 然后你说医生可以不救他吗 他不可以说 Can I check your ID 我看看你的ID 哎呀你是黑道的首领 算了 我就是希望你死 就不用救你了 可以吗 不可以 It against the law 这是违反法律的 为什么 医生跟护士就是 不管人任何状况 我就是要救你 不管你是好人 坏人 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或是 马来西亚人 或印度尼西亚人 在佛教的眼光 都是平等的 你都得救他 就算现在你前面的人 是基督教天主教 对不对 你能帮他的时候 你还是要帮他 其实很多佛教徒 没有体会到这一层的意思 所以真正的佛教 是适合全世界的宗教的 你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 那我告诉你 别人是会很感动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鼓励你 我曾经到过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 我见过一些华人 你知道吗 在印度尼西亚的 加塔卡暴动的时候 华人是很凄惨的 华人在马来西亚 很不幸都成为二等公民 这是有很复杂的历史因素 跟政治因素 我就不谈 我谈人性的角度 暴动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都要去攻击华人呢 因为华人太有钱了 甚至我还去看过 暴动的时候 整条街都装铁栏杆 电动门就这样关起来 很不幸 暴动的时候 女生也被强暴 小孩子也被杀死 为什么 因为华人太有钱了 有钱到当被人家 嫉妒跟障碍 所以我当时鼓励 当时的华人 我见得到 我跟他谈 我说你那么辛苦 来到印度尼西亚 对不对 白手起家 我甚至也劝过到 马来西亚的华人 你白手起家 我当然是不知道 你很辛苦 可是你赚了很多钱 你应该要有慈悲心 去布施 所有的国家里面 不同种族的人 你都布施医药 建学校 做慈善事业 就算你隔壁的人呢 几乎说 这个是回教徒 他得了癌症 没有人帮他 可是你却愿意出钱 成为医药接近 帮助他 他会非常感动的 他信不信佛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把你的慈悲心 关怀给他 否则 印度尼西亚 或马来西亚 尤其在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人呢 都觉得 华人是抢他的土地的 我们的土地 你来占领我们 然后你非常有钱 你住得很舒服 吃得很好 我们却没有工作 当然暴动的时候 他就攻击华人 所以华人 我也知道 华人里面 客家人跟闽南人 都很辛苦 师父本身也是客家人 从小我也吃过 很多很多的苦 你不要看我只有43岁 我的脸上很庄严 你看不到岁月的伤痕的 真的 是真的 我们家以前也是很苦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若不要遇到佛法的话 我现在不知道在哪一道了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苦 可是因为你苦 你更应该感受到 比你苦的众生 你总是要鼓励他们 给他一个希望 给他一个帮忙 所以如果华人 在其他国家 能够成立华人的 比如说同乡会 捐钱 做医院 做医疗基金 做医疗布施 然后坚全 帮助他的教育 做贫穷的清函奖学金 甚至呢 做一些佛学 心灵讲座 当地的人都会感恩你的 学不学佛 不紧要 你不要觉得 我帮助他 就要把他拉为 作为信徒 不要这样想 佛教徒 要有缘 才能够帮助他 那没有缘 你更应该 发愿也帮助他 假如一个回教徒 他生病得了癌症 回教徒 却没帮助他 可是佛教徒 却捐款来帮助他 他会终身都感恩的 对不对 那假如呢 你左邻右舍 有坏人来 或小偷来 他一定会帮你啊 看门的 这是自然的嘛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佛教徒 应该好好想一想 慈悲 不是关在大殿里而已 真正的慈悲 也不只是在经书上而已 慈悲是在 人与人的互动当中 你要去实践 人与众生的互动当中 你要真正去做 action 很重要 希望佛教徒 大家加油 所以你看看 基督教 天主教 为什么这么兴盛 最近主席也 常常也 他不在 没关系 他也常常跟我 翠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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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新加坡多元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很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他成功的地方 听好 师父这个讲座呢 不是要鼓励大家上街说 来呀 我们冲啊 我们要做 不是 而是我们佛教徒 真的要静下来讲 我们嘴巴讲慈悲 我们的身口意 真正对周遭人慈悲吗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我反而觉得 佛教徒最自私 最固执 真的 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 了解吗 当然也有很多佛教徒 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佛教徒 真是欧弥陀佛 要加油的 是不是 那你看看基督教 天主教 第一个 牧师神父 派到全世界各去的时候 第一个都是什么 先建医院 再来建学校 再来建教堂 我小时候的时候 也经过教会 牧师跟神父 也对我很好 他们教我们读书 唱歌 当然还有发糖果 对不对 我可以感受到 我现在虽然出家了 我还是可以感受 当时牧师跟神父 真心的教我们 当然最后呢 我出家了 他说我是魔的眷属 那没办法 那我就没有讲了 对不对 所以 可是呢 我心中还是感恩他的奉献 接下来 你要想想看 假如我们佛教徒 现在在全世界 不同的国家 想要建佛教的道场 不要说在家出家 举一个例子 假如 静明佛学社要到 南非的首都 去开分院 谁愿意去呀 很少人 为什么 一个人说 师父 I'm sorry 我有爸爸妈妈 师父 我的女朋友在这里 她太爱我了 无法分开她 师父呢 我的朋友呢 都在这边 南非我没朋友 你看 我们有太多太多 so many的excuse 可是呢 在台湾也是这样 举个例子 台北 北方的淡水 淡水 马接医院 就是基督教 天主教建的 而且还有一个 马接博士 他当时呢 就救了很多很多人 到现在还有雕像 政府很多人呢 都有马接日 庆殿日 那我们想 我们佛教呢 也有 但不太多 所以我们佛教徒 常常讲 我们都拜观音 念观音 其实我们真正的行为 像不像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 千处祈求 千处献 苦海 常坐 渡人舟 我们真正要从 我们的家人 跟朋友旁边 开始实践慈悲的法门 否则呢 你念念大悲咒 拜大悲惨 念普门品 不会没有用 只是节节缘而已 你真正很难成 你心中 身体 强烈而感动 别人的力量 所以 无缘词 最好的例子 是指 医生跟护士 所有的众生 不管是好人 坏人 白人 黑种人 华人 任何的人 只要他发生意外 生命有了困难 做医生护士 都应该无条件地帮助他 看下一张幻德片 所以大海中 云云的众生 都是平等无二的 任何一条的鱼 都有佛性 我们都应该 真正想尽各种办法 直接 间接 有形 无形地去帮助众生 好 所以菩萨的三种正因 好 来再看 第一个 大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第二 无二会 Non-jual Wisdom Non-jual就是 没有自跟他的对立 所以第一个要修的是 自他交换 第三个 菩提心 就是所谓的 Bodhicitta The Mindfulness of Enlightenment 所以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脸友问 师父 我们要离苦得乐 我们怎么样知道 真正我们生起了菩提心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菩提心呢 好 这个问题很好 我在这里讲 专心听 菩提心 前 昨天 我 昨天还是前天 我用了 这个台湾 阿里山 日出的照片 放给你看 菩提心 真正的做 应该是 第一个是从 自他交换 这是藏传佛教里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 注意听 你自己跟别人的位置 要对调来想一想 来 我用这个比喻好了 好 右边的是A 木鱼 对不对 是你 左边B 你的方向是跟我相反的 是隐庆 你现在怎么样对你的爸爸生 菩提心或慈悲心呢 那你就想 爸爸生日的时候 他都喜欢什么 比如说他喜欢吃 你们讲海南鸡饭 是吗 新加坡是海南鸡饭 还有椰浆饭很有名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要他生日的时候 你就拼命他要吃素嘛 不要这样强迫他 吃素要自己发心的 好 你现在想 现在爸爸生日了 你想想看 爸爸生日的时候 希望拿到什么 当然有跟我说 当然了 是马票是最好咯 当然有呢 新加坡的新币啊 50的新币 或100的新币 越多张越短好咯 当然 你能够做多少换多少 我要讲的重点是 你要先要把自己的位置 跟爸爸换过来想 这样对调 你要想 假如我是爸爸 我希望我儿子跟女儿 怎么来孝顺我啊 对不对 你不要总是 站自己的角度想 你觉得蛋糕很好吃 可能爸爸妈妈觉得太甜了 会得糖尿病 对不对 那爸爸妈妈猛子 每次都叫你 儿子女儿啊 吃苦瓜 他说人生已经够苦 我干嘛你都一直煮苦瓜 给我吃呢 苦瓜可以降火气啊 所以换句话说 重点是什么 我们人都很自私 站在自己的角度想 永远站在自己的角度想 去想 我这样帮助你 我帮助你 这个不是佛教的 真正的慈悲观跟菩提心 你要转过来想 我现在若是爸爸 希望爸爸 请问希望他希望孩子小孩 怎么样孝顺我啊 这样你就会生起慈悲心 你真正站在爸爸的角度想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这样想过来以后 对不对 还要再对调回来想 那我现在作为儿子女儿 我除了金钱能力之外 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 对我的爸爸妈妈 能够孝敬他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叫做自他交换 第一次交换的时候 你生起了慈悲心 再转回来的时候呢 你生起了智慧心 所以慈悲跟智慧是一起的 这个就是从菩提心开始修起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举一个例子 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都很忙 我知道新加坡也很多人呢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 或是各位连友 都不会跟小孩子住在一起 可是事实上 爸爸妈妈很想念你 你每天呢 就是很多的朋友 又要出差 又有很多的工作 你有没有想过 你真正有一个礼拜 陪妈妈或爸爸一次吗 对不对 也很多连友跟我讲说 哎呀你知道吗 师父 我爸爸妈妈 很怕我学佛 我说对嘛 因为他怕你离开你 他怕你学佛以后 你抛弃了他 为什么 你对师父这么恭敬 对连友这么好 展个脸看到爸爸妈妈 就像苦瓜脸一样 你从来很少对你的爸爸妈妈 唯一笑过 是吗 是不是 你想想看你一个礼拜 又花多少的时间 陪过你的爸爸妈妈呢 所以我各位给你一个建议 一个礼拜 选一天 下午 下了班 晚上陪你的爸爸妈妈 我跟你讲 Please spend the time with your family together 不要陪你爸爸妈妈 一直在讲手机 手机给我关掉 知道 那个电动玩机也给我关掉 不要一直陪爸爸妈妈的时候 还一直跟朋友讲话 那到底你是陪朋友 还是陪爸爸妈妈 假如你是爸爸妈妈 你会高兴吗 不会的 所以你陪爸爸妈妈 你就真的应该关心他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师父又分享我丑陋的经验 这些是我真正体会到的 以前呢 我妈妈 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吃素的时候 她很紧张 因为她呢 觉得呢 我一学佛 也要当小学老师 晚上我就去参加佛学班上课 周末参加儿童佛学班 礼拜天还穿大专儿童佛学班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呢 尤其我妈妈就很紧张了 为什么要 糟糕 这个儿子头脚了 他就买了一个电视机 放在我房间 当时很惭愧地说 我脾气不太好 骂了他一顿 叫他把电视机搬出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个电视机 花掉我将近快三百新币啊 我供养他 结果他竟然拿去买电视 放开 他说 我觉得你脑筋有点问题 可能太无聊了 你需要看一下电视 我说你搬去给弟弟住吧 看吧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后来才发现呢 原来呢 他怕失去我 所以我后来 我就跟他讲 这样吧 我一个礼拜陪你一天 礼拜五下班的时候 我下了班 我就陪我妈妈去 陪他做什么 我妈妈那时候还不是佛教徒 对不对 她是很善良的妈妈 可是呢 世间牵挂忧虑很多 我就陪他什么 去逛街 去看电影 陪他吃饭 听他讲话 有时候他会讲他过去的事情 讲得非常开心 他很开心 我刚才说过 师父没有出家之前 我们家也很苦过 有时候讲到呢 他很苦的时候呢 他也会哭 然后我就专门拿 Tissue paper给他 Tissue paper给他 Don't worry Everything will be ok 不要担心 很好很好 没事没事 其实我妈妈在乎的是什么 在乎 我要花时间陪他 我真正要关心他 天下的父母 都不一定要你买钻石给他 才叫孝顺父母 对不起 我也买不起钻石 没那么多钱 重点你是 真正关心你的爸爸妈妈 很多佛友呢 你关心师父 你关心联友 其实 你最不关心你的家人 跟关心你小孩 所以我常常遇到很多年轻人 来跟师父 complain 爸爸妈妈学佛 天天都跑去佛堂 都不理我们 连晚餐都煮不给我们吃 我听了很难过 可能表示 我们做师父的 没有把徒弟教好 没有把学生教好 你真正花了多少的时间 关心你的父母 何况佛陀说 校养父母的功德 等同于供佛的功德 父母是福田 他活的时候 你不培养他 不陪着他 或是照顾他 等到他死掉了 广深的时候 那个福田就破掉的时候 你才开始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无量寿经 或阿弥陀经给他 对不对 那不是很可惜吗 太晚了吧 所以慈悲观 要从你的家人 开始去面对 从你周遭的朋友去 当然他学不学佛 没有关系 慢慢来 我的母亲二十年了 我出家今年二十二年 他二十年不动明王 如如不动 今年我终于拉动了 他去见了孟参老和尚 他很喜欢念观世音菩萨 当然我这样公开讲 我的母亲 不是指我母亲批评他 而是希望 我用我母亲 这样的例子 分享给各位 希望我跟我妈妈的 因缘的故事 也能够让他 升起广大的功德 他现在很精进了 他很认真念六十大明咒 拜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那我就很放心了 但是我们家人 还是有很多 也是不动明王 如如不动 拉也拉不动 没关系 那就等来生再拉吧 对不对 所以菩提心 当然还是文书菩萨 讲杯 第二个 大悲心 观音菩萨 签勒式 牵手观世音菩萨 或四壁观音 最后 还有 这个 菩提心 产生力量 他是金刚手 金刚手应该是 叹那斗结 才对 对不对 金刚手菩萨 也就是大势制菩萨的化身 所以 看 复习一下 所以我很喜欢这张 山西省崇善事 真正共观世音菩萨 文书跟普贤 三尊应该这样共 他按照华严经的架构 现在这样共三尊的比较少 在台湾也很少看到 新加坡也不容易见 但在中国大陆 就还有保有 以华严经的架构而共的 好 看西藏佛教三副主 上面是红色的阿弥陀佛 中间四壁观音 代表慈悲 左手边 左下角文书菩萨 代表智慧 右下角金刚手菩萨 也就是大势制菩萨的化身 代表力量 所以慈悲 智慧与力量 三足鼎立 你这样才叫做 行菩萨道的佛弟子 所以各位要加油 好好去思维 好好去实践 好 现在讲完这一段 请翻回经文 看秉二 菩萨其请 因地因缘 请看三十二页 第十行 第十行 丁一 因疑而问 我旁边写一个Q01 注意听 在这一部 大圣庄严宝王经里面 有很多的问答 Q&A 我按照出现的顺序 已经帮你编了 现在第一个问题 好 请看经文 各位都有讲义 看三十二页 第十一行 在法会当中 有一个除盖障菩萨 摩赫萨 从法座而起 偏袒又奸 又欺着地 虔诚恭敬的和掌 瞻仰释迦摩尼佛的尊严 然后请问佛陀说 稀有世尊 尊贵的释迦摩尼佛啊 我今天心中有所疑惑 请问释迦如来 希望世尊听我所问 为一切的众生而解答 世尊 为什么今天在 奇数己孤渡园 突然有放金色的 广大光明呢 这个光从哪里来啊 以什么样的因缘 有谁呢 现这样如此 细锐的 庄严的相貌呢 这是 好 请看下面一张图片 八大菩萨的 除盖障菩萨 这跟前几天 你在看到 静明佛学生的 雕像不太一样 他是坐姿的 感谢新加坡菩提供我这张照片 除盖障菩萨 他的手艺呢 有点像东密的大日如来 除盖障就是呢 这个菩萨专门发愿 深深适适除 一切众生的障碍 以及各种 所谓的困难 叫除盖障菩萨 我很高兴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张照片 因为经文啊 虽然是古汉文 师父会尽量利用 现代的科技 帮助你理解佛法 接下来 丁二 观音就苦 耳时 释迦牟尼佛 告诉除盖障菩萨说 善男子 善女子 善男子 你应该专心的地听 因为你的奇请 我很欢喜的为你 这里的你 注意听 对象当然是除盖障菩萨 事实上这里的你 是包含法会一切的所有的无量的听众 我很欢喜的为你除盖障菩萨 及一切的众生 分别详细的解说 解说什么呢 此 大光明 是圣观自在菩萨 摩赫萨 他为了要救度众生 进入阿比地狱里面 他放光 为了要的原因是 救度一切受大苦恼的诸友情众生 各位也可以看幻灯片 师父有时候用不同的颜色 会提醒你重点 换句话说 观世音菩萨是全身都放金色的光 也放白色的光 金色代表所谓的如来杖 清净庄严 白色代表清净不染 所以他进入阿比地狱的时候 他目的是做什么 注意听 观世音菩萨进入阿比地狱 不是去逛街的 不像各位去shopping mall 到处这样看看走走 他去地狱 地狱当然是很苦 他没事去地狱做什么 待会我会解释 第一个 一定跟他有缘的众生在受苦 第二 观世音菩萨有神通力 直到过去现在未来 他知道现在帮助众生的机会到了 所以他就进入地狱 为了救一切众生 他救完了以后 他又进入另外一个大城 救度一切恶鬼道的痛苦 请看幻灯片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一张 就跟经文一模一样 观世音菩萨 白衣大士 拿着阳之尽水 然后后面有两个小娃娃 有看到 一个男生是善才 后面是龙女 善才童子出自于华颜经 龙女出自于法华经 所以一般民间宗教里面讲 男孩普陀观世音 后面有两个小娃娃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其实这是来自于佛经的 从佛教有这个构想 来表示 一个华颜经 一个法华经 最后道教 就把这个抢去了 所以就刻了 男孩古佛观世音 你看这张照片 所有的众生就像恶鬼 非常可怕 注意点 这是讲经 师父不会拍血淋淋的照片 让你吓得万死 不要 我想这样也不太适合 不过地狱的情况 是真的就像这样 为什么会地狱 因为这些恶鬼道 国庆很贪心很重 然后呢 他肚子大大的 脖子细细的 然后嘴巴吐出的 都是恶业的猛火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这些众生 都是过去在天上人间 修行过的佛弟子 但是呢 因为他控制不了 自己的恶业 破了戒 或造了恶业 或伤害很多众生 最后堕入为地狱 恶鬼畜生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呢 就拿羊汁净水 撒甘露 所以你看到 观世音菩萨的手 就一滴一滴的 白色的甘露就滴下来 甘露滴下来以后呢 他的火 这个 嘴巴跟喉咙的火 就停止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 就可以倒甘露给他吃 因为他非常饥渴 等他吃饱了 又很欢喜 观音菩萨就叫他们 合掌 就开始为他念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然后呢 以六字大明咒的 经文而说的话 观音菩萨就叫他念 Om Ma Ni Ben Me Hong 观音菩萨就开始念 整个地狱呢 跟恶鬼道 就全部听到的 都是六字大明咒的声音 凡是有善根的众生 一合掌 跟着听呢 就离开了地狱恶鬼出身 有些投胎到人间 有些生到天上 有些就直接去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的 善根福的因缘不同 所以观音菩萨 无时无刻啊 二十四小时啊 都在救度众生 所以既然 大悲观世音菩萨 对恶鬼道的众生 都这么慈悲 那请问 假如你在佛堂 念观音法门 或念大悲咒 或你在家里 念六字大明咒 观音菩萨 听得到吗 各位听得到吗 当然听得到 不要怀疑 你不要想 哎呦 新加坡 离极乐净土这么远 观音菩萨 要度的众生这么多 我这样最最念 最最念 到底观音菩萨 有没有听到 答案是有 不要怀疑 不过也不要念太多 观音菩萨 也挺烦的 他度的众生很多啊 对不对 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啊 好 接下来看 丁三 适方便利 适时Q2 适时除盖障菩萨 摩赫萨 腹白佛言 世尊 这大阿比地狱啊 周围呢 都是用铁做的墙 城墙啊 地板呢 都是非常烫的铁啊 那所有的室外周围呢 都没有间断 而且有加上 很多很多的猛火 还有很多很多的烟 蒙火啊 恒时 二十四小时啊 都像火炉一样烧得 赤燃 就是非常的旺盛 而没有停 请问 如是这么样 恐怖的环境 这么恶劣的环境 这样恶趣的地狱当中 还有看到 有锅子 大汤锅 水是永废的 那有百千万亿的巨之 那由他的友情 通通都被丢在进去里面 汤锅之中 请问观音菩萨 怎么帮他呢 好 讲到汤锅 我想到一个例子 好 注意听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例子 叫阿南达 阿南达 也就是阿南 对 同一个人 其实阿南 刚开始要出家的时候 他的动机不是很亲近 他是希望像佛一样庄严 那阿南达没有出家之前 他有个漂亮的太太 所以他出家以后 事实上他一直想他太太 因为他太太太太美了 他出家有一点后悔 所以有一天 佛陀就用神通力带他到 涛利天宫去看 然后就告诉阿南 你看啊 你看啊 天上的美女美吗 他说太美了 那跟你人间的太太怎么比呢 他说佛陀啊 我人间的太太虽然美 不过像黄脸婆一样 我现在天上的呢 比较美 说阿南你想要来这里住吗 他说我想啊 他说那你好好修禅定 持戒 以戒定为了功德 将来呢你会升到天上 那你就可以跟美女在一起 其实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善巧方便 他回去以后呢 他就非常的精进 每天的禅修 其实他的动机不太纯正 然后呢 他想要升到天上去 因为现在太美了 结果修着修呢 一个月到三个月以后 又有一天 佛陀呢 因为刚好因缘成熟 就带他呢 阿南到地狱去 游地狱 有一天佛陀单独用神通说 阿南 阿南 你跟着我来 他说佛啊 你要带我去哪里 他说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就进去 结果越往越走 越往越走啊 就是很深的深奥地方 就非常的暗 然后味道也不太好 他说佛陀 这到底是哪里啊 他说这是地狱啊 他说对啊 刀山 剑树 油锅 都充满了人 然后呢 然后很多凄惨的叫声 佛陀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说不不不 来来来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就走过去 他就看到两个黑白无常的鬼王 站在那里 突然有一个锅子是空的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刀山剑树油锅 都充满了很多的众生 受苦难的众生 造恶业的众生 只有一个锅子啊 是空的 他觉得很奇怪 他问佛陀 为什么 佛陀说那你可以上前问啊 问这个黑白无常的鬼啊 其实那个黑白无常的鬼啊 待会我会给你看照片 那是菩萨的化身 然后呢 那阿南就走过去 就说请问啊 为什么这个锅子是空的呢 他说 这个锅子我们是等啊 人间的阿南 佛陀的弟子 将来升到天上 跟梅尼享受完 造了五欲六成的恶业 冬起来 就会掉到这个锅子了 这个锅子就是等他的 阿南就吓了一身冷汗 说佛陀 我们回去吧 后来阿南真正就生了死了心 他就真正以清静的菩提心 而修持的 注意听 这是真的故事 佛陀在大春经论讲的 说明说 真正要修行 要有清静的菩提心 不太容易 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发 阿南达刚开始出家 是希望长得像佛的相貌一样 当然他多生多结的功德力 还是一样很庄严 可是他希望 学佛是什么 升到天上 去跟美女享受 可见 英雄自古难过 美人观 对不对 是不是 接下来 没有坐在天上 虽然很快乐 但是快乐 也是无常的 也是短暂的 当你越快乐的时候 你就越造恶业 福报响尽的时候 你就会堕落到地狱受苦 所以 这里叫做 霍汤地狱 经文讲 霍汤地狱 就是大油锅 就是等着阿南的 那可不可以改变 当然可以改变 所以师父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六道的业力 都是千变万化的 是可以改变的 或许有些佛弟子 很在乎人家 帮你算命 看八字 还有看因果 其实都可以变的 若你很执着 你就被他算准了 你若不执着 你肯修行 他就算不准 所以在算命里面 有两种人算不准 一个是大善 一个是大恶 你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希特勒 在欧洲杀了很多众生 他一死的时候 已经是 堕入到地狱里面去的 那要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很难出来 那个很难改变 大善 就是你发了很大的善心 做了很大的功德 这样子也算不准 一般人为什么会被算准呢 看这里 善的一点点 饿的一点点 加加减减 差不多 所以你就被算准了 加上你的心又很执着 所以你很难逃出 你自己造的定业 但事实上定业也是可以转的 但是他要有方法 而且要很精进 所以阿南尊者 这个霍汤地狱 就要提醒我们 学佛的人要有清净的心 当然一下子清净不太容易 可是你要慢慢努力 你不要只想 哎呀 人间很苦 我将来生到天上 八万四千岁 八万四千岁 做老妖女 那不是很可怕吗 活那么久 做什么呢 对不对 假如你活得短 却有意义才有用嘛 对不对 就算八万四千岁 听好 业力尽的时候 你还是会受苦的 再看下一张幻灯片 地狱蒙火赤燃 二十四小时都在烧 那请问这个火 从哪里来呢 是众生的业所显现的 你看 好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来 在谈虚法师的 引诚回力录里面 就曾经有一个故事说 那请问 是不是地藏王菩萨 或是观世音菩萨 或十殿阎罗王 造这些地狱来 惩罚我们呢 答案不是 这些业 是你自己的业力 所显现的 你不要觉得 这些刀山 剑术 油锅 像刑罚 就像世间的那个 好像警察局里面 这个惩罚犯人 答案不是 这些是由你的心 所显现的 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还没有学佛之前 常常喜欢去用油锅 炸螃蟹 活活地烧死 那将来呢 你死的时候 就会堕入呢 火锅地狱 火烧地狱 为什么 因为它有你的 恶业显现的 你喜欢切杀 那你呢 就会到地狱里 你的身体呢 也被呢 一个牛头马面 就拿着锯子来杀 另外一个还有 暴住地狱 同住地狱 再看 你看 阿比地狱当中 众生受如是苦 为什么 你看 他柱子这样抱 为什么 犯邪淫乱乱抱 抱别人的太太啊 跟老公啊 是真的 什么不是说教话 有因就是如果 你爱喜欢抱吗 对不对 那你就到地狱里 好好给你抱吧 而且抱的时候 很痛苦 从你的身体 脚一直到身上 都是猛火 烧完了以后 听好 火熄妹 喘一口气 又再继续抱 所以注意听 绝对不要 做第三者 搞外遇 控制自己一点 你喜欢抱 你看 抱人家的老婆 抱人家的老公 到地狱里 就是这样子啊 这叫做 同住地狱 在地藏经里面 也有啊 所以 若你不小心 没有学佛之前 不小心犯了这些 要好好忏悔 也要控制自己的行为 所以地狱那些 蒙火 从哪来 从你的业力 所显现的 好 再看经文 第二十三十二页 第二十二行 譬如水锅 有个水 煮水 要烧开水 要煮豆子 在水横滚的时候呢 那豆子丢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上下跳 或上或下 而且这个豆子呢 会打转 无有间断 煮到最后 糜烂 用这个屁域 地狱里 阿比地狱 所有的众生 受的苦呢 听好不是有一次 夜风一吹的时候 它突然醒了 又继续呢 百千万字的呢 要受无量的苦 这时候 楚盖上菩萨 也看到这样 就很慈悲地问 释迦摩尼佛 请问 这么样苦的众生 到底圣观自在菩萨 摩合萨 用什么样的方便 来进入而帮助众生呢 好 再接下来 请看 补充资料 火分为三种 待会我来讲故事给你听 专心听 火 在普门评里面 也有讲到这一段经文 在普门评 大家很熟的经文里面 有些众生若进入了大火 然后遇到火灾的时候 你一心称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虔诚持续地称念名号 火就熄灭了 那现在专心听 专心听师父解释 为什么火可以熄灭 请看灯片 火 依经论而解释 火大概分为三种 第一个叫果爆火 第二个叫做醉业火 第三个叫烦恼火 火当然是很烫的 比如说果爆火 像我们人间眼睛所见的 因为火灾会伤害众生 所以比喻火灾 全世界的每个国家都有消防队 因为fire accident 是没有一个人喜欢的 就发生火灾 众生是很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无偿的大火 会把你的家人 财产跟生命 一刹那之间 全部都毁灭 所以古人说 要小心火灾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一个眼点 小小的火呢 会把整个森林都烧掉的 这个叫做果爆火 这个果爆火 不单单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火灾 注意听 在佛经里写说 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 我们现在众生就住在这里 称为住结 一增一减是一个小结 就变成一个中结 经过二十个真跟减 就是二十个中结 二十个中结以后 我们这个地球就会破坏 当在地球被破坏的时候 世界上的确会出现两个太阳 过了不久 就变成有三个太阳 一直到七个太阳会出现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到七个太阳都出现的时候 地球太热了 整个地球就会烧起来 这个火甚至会烧到 欲界的天宫 跟初禅天也烧 二禅天就不会 二禅天的众生 他在禅定里 他的功德力不怕火 可是初禅以下的众生 就会被火给伤害 这个就叫做果爆火 那沉住坏空 空的话就当这个地球 核爆炸的那一刹那之间 的确地球上没有人 而这些人去哪里呢 投胎到他方世界 所以在地藏经界说 此界坏时转迹 他方 他方坏时 辗转相继 也就是说世界是 很多时间 世界 很多地域 很多的无量空间的 所以 佛教徒为什么呢 不要造恶业 因为呢 一入三恶道 是非常非常非常苦的 这不是释迦摩尼佛讲的 要故意吓你 而是释迦摩尼佛要提醒你 就像学生一样 你不守规矩 被校规处罚 苦的是你自己 那这些果爆火 也是众生自己的业所造的 第二类请看 罪业果 罪业火 就像众生造恶业 比方说战争 战争从哪里来 人制造炸弹 对不对 人制造很多核子武器 国家跟国家之间不相信 国家之间跟国家之间占领领土 战争产生之火 这就属于罪业之火 欲界色界 无色界的众生 三界的众生 这个战争之火 不是上帝创造的 也不是观世音菩萨 跟阿弥陀佛来惩罚你的 这个战争之火 是众生自己 愚痴的心所造成的 第三类是最难改的 心中的贪嗔之火 叫烦恼火 当众生心中起了 贪嗔之无名的 三毒之火的时候 我们平常话语话 你这个人 真是莫名其妙 发了无名火 有没有 无名火 就是指我们心中的 烦恼之火 所以我们修行 就是要调解 我们心中 贪嗔之的火 接下来我们也不要 造恶业 然后呢 去怂恿别人 制造一些武器 或伤害其他的众生 这些火 那这些火呢 会伤害很多很多的众生 所以叫做罪业火 好 在这个烦恼火的当中呢 好 我现在讲一个故事 请注意听 讲大致度论 释迦摩尼佛 曾经说过 佛陀在成佛六年以后呢 他回到他的祖国 去探望他的父亲 敬犯王 因为他感恩他的爸爸 大家知道佛陀的妈妈 摩耶夫人 在佛陀一出生 一个礼拜以后就过世 就上身 刀立天宫 地藏经 就是佛在刀立天宫 为妈妈跟所有众生讲的 那佛陀呢 成道以后六年 然后回去看自己的爸爸 敬犯王 回到加比罗魏国的时候呢 敬犯王当然非常欢喜 自己的儿子成了佛啦 又度了无量的众生 当然敬犯王是国王 就下令全国呢 供养释迦摩尼佛 这时候大家也知道 佛陀没有出家之前 有个太太叫耶稣陀罗 对不对 那耶稣陀罗呢 也请佛吃饭 但是呢 耶稣陀罗啊 还是有一点想念佛陀 所以他就在印度托波的当中 用药丸 中药 加上一些特殊的药材 磨了一个叫欢喜丸 什么叫欢喜丸呢 吃了呢 你就会心脏 这叫欢喜丸 然后呢 佛陀呢 就拿了 这个敬犯王啊 还有耶稣陀罗呢 就供养佛陀 当然佛陀当时出家六年以后 佛讲训说法 还是有一些弟子 圣弟子也跟着他 然后呢 接受就供养 供养以后呢 佛就回到金社去了 那耶稣陀罗就想 佛陀呢 今天吃了我的欢喜丸 晚上一定会来见我吧 可是佛陀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佛陀有甚深的禅定 他能够控制自己心中 贪嗔痴的烦恼 结果第二天呢 没有人供养 那佛陀呢 跟比丘呢 就出去也 就是村庄里面托波 在这个所谓的 加皮罗魏国托波 让人民也种福田 那很多人都很高兴啊 啊 佛陀来了 我们当然要供养佛陀啊 大家很高兴就排队 就像你看到南传佛教一样 托波一样 那他就供养佛陀 可是这时候 大家就叽叽喳喳的在讲话 讲说 听说昨天耶稣陀罗 做了欢喜王 要迷惑佛陀 那比丘听到这些话 就觉得很奇怪 那当然 佛弟子之间 佛陀跟弟子之间 是有很好的 这个所谓的道情 所以他们对佛陀 有疑惑的时候 就会很恭敬的请问 在托波玩 吃完饭以后 就有弟子站起来说 佛陀啊 今天我们在托波的时候 听说有很多人 在讲你 跟耶稣陀罗的坏话 是真的还假的吗 结果佛陀就说 答案是真的 我以前没有修习的时候 他可以迷惑我 可是现在我已经成佛了 他无法迷惑我 所以 释迦牟尼佛就请比丘坐下来 佛陀就讲了一个 他真实的故事给他听 在很久 无量节 无量节以前 山上有一个仙人 这个仙人呢 是非常精进 羞耻 他可以放下 世间的五欲六成 专修禅定 所以他成功以后 得到了四禅八定 所以他就有神通 的确有神通 他在山上 羞耻得非常的快乐 他就不喜欢到人间 在深山里面 非常深山 他自己每天的羞耻 可是在山上里面 他修持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看到 动物会交配 像瓷鹿跟母鹿 瓷鹿跟熊鹿交配 他看到的时候 他心还是会动 然后 所以他在上厕所的时候 就不小心流出了 不干净的东西 排出了这不净 不小心被一只母的鹿 结果就吞了 因为业力的吸引 这个母鹿就怀孕了 就在仙人住的旁边 生下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特别 身体是人 可是四只脚却是鹿脚 那因此称为 叫做一脚仙人 那这个仙人 当然有神通 他知道 其实这个就是他的孩子 他就生起了慈悲心 就呢 舍不起他 不愿意舍弃他 他就把这个鹿呢 带回来养他 甚至教他读书 也念佛 也念咒 甚至修禅定 那这个小鹿呢 因为很聪明啊 他很认真修了结果 他也得到武道神通了 但是因为有一天啊 下了雨 他很喜欢出去玩 走的时候 因为他是神的身体嘛 鹿的脚 对不对 走的时候呢 不小心泥土很滑 他就滑倒了 滑倒了 他就非常生气 就在地上呢 哇哇大哭 这时候他就气死了 杜上这样 他就发愿呢 咒愿十二年不下雨 我先讲故事 待会再讲 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 不然有时候讲太精彩 我会忘记的 平常人啊 不发愿得已 可是因为有修行的人 又有禅定力 这一发愿啊 真的天上就不下雨了 糟糕 十二年都不下雨 十二年不下几呢 天不下雨 时间久了呢 人的生活是会受到影响的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一年两年没有下雨 就受不了 何况十二年呢 这时候啊 在这个村庄的下面呢 有一个王国 国王呢 因为呢 旱灾嘛 没有下雨 他就是非常担心 他就问大臣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呢 他就派了很多人去调查 其中有一个人就跟他说 国王有 我知道不下雨的原因 山上住了一个仙人 他有一个小孩 然后呢 滑倒的时候 发了月儿院 十二年不下雨 佛陀呢 就说 哎呀 一年就下雨不够了 那十二年还了得呢 怎么办 谁有能够破除他的咒数吗 让天空可以下雨呢 这时候城里面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就来到国王面前 就说 我有办法 国王 请问 这个仙人是人呢 还是鬼呢 还是天神呢 那大臣就报告说 他一半是人的身体 一半是鹿的身体 他说 没问题 既然是人 就一定有方法 他说 我把这件事情办成功 国王说 你真的能成功吗 他说 国王没问题 我一定让这个独角仙人 有一天呢 到宫廷来见你 好 那他们就等待说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呢 他跟国王 召集了五百的美女 制造了很多欢喜丸 用了很多酒 然后呢 就住在这个仙人的毛棚里 那仙人呢 他不晓得 旁边搬来一个邻居 有一天呢 这个一脚的仙人 就出来的时候 看到女人在那边 有吃啊 喝啊 玩乐 就很高兴 哎呀 你们的身体都长得这么漂亮 圆圆肥肥的 皮肤还这么漂亮啊 你们是怎么修的 他说 因为我们善事做的很多啊 上天给我们吃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这么美 那一个那个独角仙人就问他 那有什么东西好吃的呢 有啊 他就拿出了面包 食物 最后就欢喜完也给他吃 也给他喝酒 吃得太棒了呢 他就说 哎呀 我还可不可以吃呢 因为这个独角仙人 太久没有吃人间的美食啊 肚量非常大 结果吃光了 吃光了以后 他说 有 可是呢 我放在房屋里面 你进来吧 结果一进来 他就继续喝酒 又吃欢喜完 吃一吃呢 他的欲心就动了 就发生男女的行为了 男女的行为以后 他禅定一失去了以后 外面立刻就下大雨了 连续下了七天七夜 吃完了以后呢 他还不甘心 他说 那怎么办呢 他说 我告诉你 我的房屋吃完了 可是城里面呢 有很多的美食啊 那我就带着你 结果呢 他就把他的脖子绑着脚 然后他就骑在这个独角仙人上 就大摇大摆的骑入皇宫了 所有人就看到 国王就说 哎呀 你真了不起 真的把独角仙人给我带回来 而且真的下雨了 后来这个王呢 国王呢 就给他一个很舒适的房间 然后住起来 每人给他吃好的 穿好的 然后呢 给他很好的音乐 最后呢 国王问他 你为什么不快乐呢 他说我很后悔 因为我破戒了 我禅定也没了 人间的快乐是暂时的 我还是想回山上 国王你放我吧 我求求你 大慈大悲放我 让我回到山上去吧 后来国王呢 其实他还有仁慈的心 因为他只是希望 国家十二年的下雨的问题 可以解决 现在解决了 当然国王也没有杀他 他就把这个独角仙人送到山上 送到山上以后 他升起惭愧的心 忏悔 继续修行 然后神通又恢复 然后呢 他又有得到自在了 好 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说 比丘 比丘 你知道那个独角仙人是谁吗 就是我 释迦牟尼佛过去生 那个呢 美女呢 做欢喜的 这个欢喜王就是谁呢 耶稣陀罗 他是生生世世我的太太 他就是用欢喜王来迷惑我的 现在呢 他迷惑不了 因为我已经成佛了 好 佛讲完这个故事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 第一 学佛的人啊 真正用功修行是有挑战的 不论在家出家 都有无量的考验 最难的考验是男女的欲望 所以你要当常念观世音菩萨 你若不调伏你自己心中的贪真之无名火 外遇啊 劈腿一个不够 两个三个四个会越来越多个的 那你会生生世世都很苦的 这是师父讲真话 在家出家都会碰到这样的考验 你不要认为自己没问题 曾经我讲过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个信徒跟我说 师父我绝对没问题 我说你讲没问题 小心你就有大问题 因为你太狂妄了 知道吗 每一个人无量劫的时候 业力发动的时候 连释迦牟尼佛 你看他都会是这样子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呢 要调伏你贪嗔痴的烦恼 第二个 这个神通必须要持戒 你才会有神通 所以假如这个人呢 戒体不清净 他是不可能产救神通的 假如你遇到这个人 他跟你讲他有多厉害多厉害 可是你观察他杀到阴望久 五界都不清净 那你要小心 他的神通可能是有问题的 甚至是鬼通 或是呢 幽民界众生的通 而且神通敌不过业力 第三个 对不对 不要乱发诅咒别人的怨 佛教徒要特别谨慎 不要呢 你跟个左右邻居呢 发生吵架的时候 就这样 你希望你家子子孙 全部都叉叉叉叉叉叉 全部死光光 不要讲这种恶毒的话 人在称心的时候 你讲的话 你会后悔的 所以嘴巴要有留口德 不要乱诅咒别人 可是在这个故事 是不是要提醒 第四个呢 就是要好好的忏悔 要精进 不要被五欲六成给迷惑 所以一个真正的 在家出家修行人 对于吃穿住 要知足 要节制 这是我要建议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八观灾界 为什么会有过五不时 不论在家出家 虽然你的因缘体力 做不到完全清净的过五不时 但是呢 假如你中午是吃两碗饭的话 师父给你建议 晚上就吃一碗就好 为什么 吃太多 烦恼会很赤慎 欲望也会很强 接下来要专修禅定 好好修持 这样子的话 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 轮回里面 每一个人都住过六道轮回 释迦摩尼佛也如此 但是释迦摩尼佛 他成佛的时候说 迷惑的时候 我可以被欢喜完来迷惑 第二个呢 现在我已经证悟了 他就迷惑不了我 那注意听 这个故事也不是批评女众 男众跟女众在轮回里面 每一个人都当过男众跟女众 所以 大家是平等的 也因为如此 所以在御界的众生 同一个道场的男众跟女众师兄弟之间 最好要有一点点距离 不要太过度关心 免得人家的老公跟老婆会误会你的 了解吗 免得以为人家你今天是不是吃了欢喜完而来的 那就有点麻烦了 好 我今天的奖金就讲到这里 明天从丁寺神通化线开始 那我有一个建议 希望你从32页 多预习几页吧 好吧 能够多看几页 多看四五页 先预习 后面的部分 师傅已经做了详细的科判 其实很多是故事 故事当中 背后它有很深很深的道理 所以我在这幻灯片里面 会有相关的补充一些资料 那希望呢 各位能够预习 预习的话 对你自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好 现在我要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发愿回向 好 第一个问题 师傅请问 我每次听经的时候 都无法集中精神 听到一半都会不由自主地睡觉 那怎么办呢 我想你可能工作太辛苦了吧 对不对 你虽然很想学佛法 然后呢 可能你从早到晚 我知道不单单新加坡的人 师傅真的很能够体谅你们 因为我也做过在家居士 真的很辛苦 现在在家出家都很辛苦 全世界经济不景气 全世界都很竞争 所以甚至台湾的很多年轻人 礼拜一到礼拜五做一个工作 礼拜六礼拜天还要找另外一个工作 才能活下去的 所以我想这位联友 你可能工作太辛苦了 所以不要那么辛苦 好 那听经假如听到一半就会打瞌睡 那我给你建议 那你在来听经之前呢 你可以在旁边角落 不要影响别人当中 对着佛堂拜佛吧 拜佛运动一下呢 你的精神会比较好 若是你听经呢 听得还是不行呢 你可以喝水 没有关系 好 师父没有一下讲很重的话 就叫你叫业障深重 也不要这样讲 不一定是你身体太累了 师父要发菩提心 出离心 请问要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呢 好 不要急 谢谢你的问题 请翻开讲义 三十三页 第二十三行 各位请一起翻 三十三页 第二十三行 补充资料 大方广佛华言经 明天我会讲 菩萨摩赫萨 以十种观众生而起大悲心 今天我就教你了 自他交换 你要升起菩提心 先要学自他交换 这个刚开始呢 要慢慢练习的 不是说今天你听得很高兴 明天就会了 后天就证悟了 没有那么快 除非你树是善根的人 所以你要学习菩提心 要慢慢来 明天我会详细讲 第二师父请问 人死以后骨灰很重要吗 政府要征收墓地 亲人的骨灰 我可可我可以不要认领吗 我觉得重要跟不重要 要看你怎么定义 假如以中国儒家来讲 校养父母 对不对 奉仕师长 中国人对父母 在是祖先 圣中追眼的角度呢 中国人对爸爸妈妈过世 或祖先过世 遗体是处理得很好的 所以古人都主张土葬 因为爸爸妈妈生养育我们 功德是很大的 对不对 但是土葬的话 就要花很多钱买土地 现在全世界的人口 几乎到六十亿 也快要到七十亿了 现在人真会生 生这么多 那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 土力面临的问题 当然你就不一定 有这么多钱买土地 尤其在新加坡寸土寸金 所以政府就会征收墓地 所以现代人大部分都接受佛教的火化 火化以后有骨灰 骨灰呢 有些呢 是有装骨灰罐 有些放在骨灰塔 有些甚至撒在海里 那我知道新加坡跟香港 撒在海里 还要申请海关 所以现在台湾也提倡叫树葬 由法骨山 圣言法师亲自的鼓励 他自己的骨灰就是树葬的 非常庄严 也就是说 你讲重不重要呢 要看你的定义 从儒家的角度来讲 很重要 假如你连自己 祖先亲人的骨灰 你都不重视的话 那你会被人家骂 不忠不孝的 可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处理神事比较重要 它就像我常常比喻的 车子开轿车 开车的人就是你的神事 一般人讲灵魂 佛教不讲灵魂 讲神事 consciousness 开车的人就像神事 那你的身体就像轿车一样 对不对 然后呢 轿车换了以后 走失总会会换的 所以我觉得 对于骨灰 其实你要有 恭敬的心 感恩的心 那 骨灰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是你的心比较重要 那你说政府要征收墓地 亲人的骨灰要不要认领呢 答案是在你自己的手里 你自己决定吧 第三个问题 师傅请问你在发生肿瘤之前 曾经做恶梦 是不是不吉祥的事情之前 都会做恶梦呢 如何解释梦 你好像对我的梦 特别有兴趣 听好每个人都会做梦 每个人都会做白日梦 好注意听 不能说不吉祥的事情里面 都会做梦 不一定 要看 简单地讲 梦有初中戏 初的会产生 中的呢 你做了你自己也忘了 戏的当中 有时候要在禅定中 你才会体会 那当然我讲我的例子是 我用我丑陋的经验 鼓励你 佛法 他有改变的力量 但是 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特殊 期待要做什么梦 只是我一直一样 照日常的生活一样 在商业经社 上课 奖金 开会 负责全世界的网站 做我自己的修持 所以当我业力显现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什么征兆 他就显现了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是不是不吉祥的事情 都一定会发生噩梦 不一定 要看这个梦的强弱 那如何解释梦 我在其他讲座讲过 我还是有耐心的长话短说 四种梦 以金律异象 中国这部书里面 归纳经文 梦有四种 前面两种是假的 后面两种真的 第一个梦 叫做梦见所谓的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比如说梦见颜色 比如说你来佛堂 看到很多金色的光 然后又看到红色的 这个什么 中国的挂灯 灯笼 结果晚上你回家就做梦了 就梦到红色跟黄色 那这个是假的 因为你的眼睛 就像V8一样会做很多录影带 录影带录 注意听 这个录影带包含录过去的 这一生的跟未来的 所以你录了很多很多的 乃至于你看电视 鬼电影 什么东西它都录进去 录进去完以后 以科学来讲 自主神经 一放松的时候 你底片就会跑出来 跑出来的时候 它是不照顺序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做梦 梦到的是 怎么 想今天有个脸友就问我 他梦到自己过去的亲人 也梦到自己死了 还梦到活的爸爸妈妈 那是全部你的过去的记忆 过去现在未来的记忆 所以第一类叫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个是假的 第二类叫做四大不条 就是呢 地水火风 不好 比如说 你晚上做梦 梦到新加坡 突然呢 mout favor 火山爆发了 然后呢 你就很紧张 哎呦 我一定要告诉新加坡总理 错 你的火气太大了 你身体的虚火太旺 你去找中医 吃中药 还有调心 调身 残坐 那个梦就不见了 知道吗 这个叫做 你看到火 你以为是真的 不 是你心中的虚火 四大的火 所反射的 这个也是假的 甚至有时候 你会做梦 梦到自己 掉到冰山里 好冷好冷 那是你的水大 你的身体比较寒冷 所以地水火风 它也会出现身体的状况 也会做梦 第二类 这是假的 第三类跟第四类 是真的 有时候你会做梦 梦到自己 到寺庙去拜餐 诵经 看到佛像 菩萨像 太阳 月亮 出家人 那是真的 这代表 善根发露 不瞒各位说 我常常做梦 梦到我身做奖金 哎呀 我睡觉的时候 还在奖金 有一点累 不过我心很欢喜 那表示呢 我的好的习性 所以梦见好的东西 也不要执着 这只是说善根发露而已 甚至有时候是这样 很多的寺庙里面 你从来没有去过 你突然梦见一尊佛像 你从来没有去过 然后有一天你去朝圣的时候 或是礼拜 这尊佛像就在我梦中出现 那只是说明 这个佛像 或跟这个道场 跟你有善缘而已 所以好梦 也不要太执着 第四类比较不好的 就是你恶业现前 会面呢 梦到死人 棺材 或呢 很恐怖 或是被人追杀 或是刀光卷血 那师父要真心提醒你 这叫恶业现前 这是真的 所以你自己 走路的时候 坐车 开车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 那这时候呢 要忏悔 也多念佛菩萨名号 表示说 你最近的心神 是不太明的 然后呢 要小心 人与人的相处 所以梦 实时是心的显现 结论是 不管做好梦跟坏梦 都不要太执着 知道吗 菩萨也会做梦 阿罗汉也会做梦 但是他的梦 都亲近的比较多 好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请问 什么是天龙八部 为什么南传里 没有天龙八部 答案 这里的天龙八部 是不是金庸小说的 天龙八部 这里的天龙八部 是指 佛教的很多的 不同的 这个鬼神 因为佛教 度的不是只有人 比如说各位诵经里面都会有 钱达伯 等一下 比如说在普贤行愿品里面 最后结束的时候 都有 一切是主 天龙夜叉 钱达伯 阿修罗 加罗罗 紧纳罗 魔侯罗 且人非人等 这个就是天龙八部 天龙 对不对 天上的天的龙 夜叉是指夜叉鬼 钱达伯 阿修罗呢 他也都是不同的 不同空间的 不同的众生 但这些众生呢 在佛在世的时候呢 都有善根 有些天龙八部 长得奇奇怪怪的 可是他心里有善根 那他长得奇奇怪怪的呢 是他的业力的习性 举个例子 叫阿罗汉 阿罗汉是圣人 可是他的习性呢 有些罗汉长得脸 就是奇奇怪怪的 对不对 所以天龙八部呢 长得大部分呢 也是非常的丑 男的比较丑 女的比较漂亮 所以天龙八部 佛在世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的业力的关系 所谓显现为 鬼神道的天龙八部 但是他内心里啊 很有善根 他也跟我们一样 会就是受持佛的 慈悲心的戒律 也会诵经 也会保护修行的人 所以天龙八部 是佛教的修持者 也是佛教的护法神 那为什么南传没有讲 天龙八部 答案事实上有 在阿罕经里面也有 佛在走的时候呢 也有天地的鬼神 会保护他 当然佛也可以保护自己 佛有这么大的功德力 没有人能够伤害他的 但是这些天龙八部呢 还是有 在南传里有讲到 但是他没有特别强调而已 所以天龙八部呢 也是呢 值得我们礼敬跟修行的人 而且天龙八部呢 有些他有五种神通 他有他心通 天耳通 天眼通 宿命通跟神竹通 但是他没有最后一个 叫漏境通 漏境通是要烦恼断境 成为圣者 比如说初果虚陀还 二果三果 四果阿罗汉才会有 所以神通呢 他有五种 看自己修持的功德力 而且你若不用功的话 你以为会退 就像我刚才举的 独角先人 他遇到五欲六成 诱惑的时候 食物阿酒阿 美女跟阿欢喜完 他就迷惑 迷惑的时候 他功夫也会退 但是他若忏悔的话 再精进地修持的话呢 他的功德力呢 也会现前的 同样天龙八部也是如此 他虽然是佛教的护法神 也是修行的弟子 但很可惜 他不一定出六道轮回 所以他们也会很精进地修学 这是第一类的天龙八部 叫世俗地的天龙八部 第二个叫圣意地的天龙八部 就是由诸佛菩萨化现而来的 比方说像伟陀菩萨 他就是菩萨化身啊 你们看伟陀战是不是 伟陀菩萨 菩萨化身啊 他也是天龙八部啊 他是菩萨献 这个天龙八部身 为了什么 是助持正法 跟护持修行的人 佛法虽然在弘扬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众生里面啊 我们常常说 一种弥扬百样人 众生也是无量无边 佛教徒里面来学佛的人 也有好心的 也有不好心的 甚至外道也会故意破坏佛法 所以需要天龙八部 简单地讲 就像佛教的警察一样 就像呢 我们大会的义工人员一样 他要保护你的秩序跟安全 所以我们要对天龙八部也礼敬 好 今天讲经跟回答问题 就这样讲到这里 其他新的问题呢 我会在相关的经文 以及明天跟后天 再为你回答 现在我们念回向文 请看第八页 好 我们每一天选不同的发愿文 一个是很了不起的 印光大师 是大师之菩萨 再来亲自写的观音回向文 这个回向文非常的好 也有很多的感应力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很忙很忙 很多连友都问我怎么回向 其实回向就包含在师父所教的里面的 然后呢 你可以演第八页的回向 第八页呢 是我以普贤行愿品 再录最重要最重要的经文 所以希望第八页的经文 你能够每天晚上念三遍 能够背起来 断气的时候是没有经本的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往生以后躺下去 人家帮你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突然起来 哎 连友拿一本普贤行愿品给我 那你会吓死人的 是不是 你要发心把它背起来吧 是不是 好 请合展 为自己跟一切的众生 希望发愿 将来都往生极乐世界而成佛 也请看幻灯片 这张呢 是东黄壁画临终皆隐图 我们灵命中的时候呢 诸佛菩萨就像这样接引 你是会非常非常欢喜 不会恐怖无安的 好 慢慢念 不要急 也带你的家人 你的亲朋好友 一切有缘无缘 受苦难的众生 一起发愿 回向的功德力是很大的 何况我们有一千多人 在这里一起回向 那是非常庄严的 好 一起念 慢慢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立了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显清静 我时余胜莲花生 清度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笔如来受祭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片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静 乃至虚空世界静 众生极业烦恼静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静恒无尽 我此普贤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愿经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 为师有情 似恩总报 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 同缘总治 好 我耽误一分钟 这个发愿文非常好 我看到在座有些老菩萨 可能比较辛苦 因为早年的老菩萨 没有学佛 或没有受教育 是字比较不认识 所以师父才早年 又打汉语拼音 希望在座的所有年轻人 发愿教你旁边 不会念的老菩萨 教他念 背起来 为什么呢 这是华言经的寄送 当你灵命中一断气的时候 四大要分离的时候 你一念这个发愿文的时候 华言会上佛菩萨 就会出现 放光加持你 极乐世界的西方三圣 跟莲齿海会佛菩萨 也会放光加持你 所以这个发愿文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也希望你在朝圣的时候 有时候你去圣地朝圣 或见到上师 有时候很短的时间 念哪个发愿文 念这一段发愿文 最好 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 甚至呢 你自己在病痛的时候 你也考验自己 我能不能背出这个发愿文 因为这是华言经的寄送 所以一定会往生 极乐净土 所以我希望呢 假如在座老菩萨 假如你没有念过的 希望你发心学 师父讲了很多故事 也很幽默 其他通通忘记了 没关系 但有两桩事情 你给我记得 一 发菩提心 自他交换 常将要为别人想 第二个 这个发愿文 你要给我背起来 这两个是呢 所有修行里面 很重要的核心 那有些连友 可能跟这里不熟 没关系 学 你做了人 已经看到了 华言经经文 应该欢喜心 把它学起来 不会的话 老菩萨也不要客气 请教年轻人 他一个一个字念给你听 然后这样发愿教他 希望将来 所有的联友 都在极乐世界见 好不好 谢谢各位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明天见